孙姑娘 不值得和你这样的人在一起 不值得和你这样的人在一起 这是你的想法 还是她的想法 这是你输了的代价 她又不是个误解 如何用来赌来赌去的 我若是赢了呢 我认有你杀 不过我在这山脚下 埋伏了五百公弩兵 我若是死了 你们都会被射成刺猬 这还真是一个赌局啊 既不能输 又不能赢 但是呢 不过来 你都会被射成刺猬 你都会被射成刺猬 那是刺猬 来吧 追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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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心 怎么是你 我说过 再见你 我会杀了你 我知道 你离高皇帝那么近 为什么不一见把他给杀了 你不要跟我讲经验 你刚才又见世了我 我根本就不知道是 你还是顾着高皇帝 这不是在宫里 我们也不在狱中 你不要找杰克骗我 你是不是很后悔 应该远远地把我射死 急着我的人头去报宫 不 你想什么 我们以前 不怕死 那是骄傲 可是现在 你都没有杀了 我可怕 你不怪我 你不怪我 你得要大女孩 你不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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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们永远做不到 聂星 你们这回白白地被骗 你看着吧 聂星 我留你一条命 让你看看谁是对的 聂星 你去哪儿 你记住 你欠我一条命 聂星 既因为他们会抓着你 他们会杀了你的 你跟我走 你跟我走 快追 哎哟 你 啊 啊 我会是这样的 你找生活 你算哪面的英雄 我本来就不是英雄 我是刺客 打够了吗 太孙 没有 这场赌局本来就不该有 我何必要跟你纠缠 都听好了 太孙要是想报复 不可阻拦 这是命令 停 偶尔杀了你 他会恨我一辈子 我没那么蠢 既然不蠢 好不宜起下山 你与我生来不是一路人 要滚自己滚 爹 你这又是何苦呢 他跟我在一起 得其所在 你身份金贵 何必要纠缠我 跟你说实话吧 孙若微此生 算是让我给黏上了 你要是强留他 那就是杀他 太孙 大事当前 请你自重 告辞 我什么都才想 Arm 虚 fin 这我肯定一肯定 Ya 我肯定要你 有肯定要你 我肯定要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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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得空来 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啊 我来还要告诉你们吗 那可当然了 您说了 我们才能提前准备好 大嘴巴子呀 这么懂事 好 好 我可没有让你们俩互相抽耳光 打耳光 还用姐提醒啊 前两天 听说姐提拔了 我们俩可高兴着呢 高兴什么 姐的账 是迟早要还的 隔得越久 那利息也就越高 像姐 这种大人大量的 您不枉多了要 我们 也不能一点不表示啊 是啊 我呢 新官上任 该拜会的要拜会的 可不是来收什么账的 真的总管 他那是什么总管呀 他总管我们俩 姐 您可不一样 您总管哪 那可是全功啊 别胡说 金总管 劳苦功高 过去替皇上 绑过刀挡过剑 皇上都得理尽他 我们这些做小辈的 怎么能把他老人家忘了 我是来问问 他老人家 还需要什么照顾 宫里本来就是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毒的地方 是 胡大人 烫着 胡大人 有事说事 别来这套 我以前 要是有什么说错的话 做错的事 你大人有大量 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反正我以后是跟定你了 你想说什么呀 就是我给你介绍对神 还说你要当我们主子 不记得最好 不记得最好 反正你以后要成了太孙妃 我就是太孙宫里的总管 你要是太子妃 我就是太子宫里的总管 你要是母仪天下了 我还给你当奴才 关上门咱们还是好姐妹 谁说我要选太孙妃了 这都没瘾的事 别胡说八道 行了 你别不好意思了 大家可都传出来了 太子妃特别看重你 姐妹们都说了 咱们这堆人 要是能废除你这个金疯狂 以后不吃不喝了 勒紧裤腰带凑钱 好好地保一保你 凑钱 凑钱干什么 有钱就能选上 你真不知道啊 你选秀你得有个出处吧 推荐人是谁啊 推荐人是谁啊 让太子妃点头容易 可咱这个推荐人 也得找扎实了吧 花点钱找个大官 多有面子呀 把你这三代一写 递上去 这事儿 准成 找个大官 多大的官 咱们这儿最大的官 那当是皇上了 不是 这不还有太子吗 赵王 汉王啊这些 实在不行 咱们就 白小白小那个 旧伤复发 失血过多 幸好还年轻 这条命 在鬼门关打了个拽 又回来了 他 早就应该杀了他 你上哪儿去找他 请派孙进来一下 我有话要说 聂心昨天晚上 是怎么伤的他 聂心竟然一路跟到了灵山 他想刺杀皇上 若非把他射伤 本一是想救他 可是聂心不肯 两个人发生了争执 拉扯的时候用力过猛 等我到了他 这个聂心 这个聂心如此混账 怎么 怎么连他都要伤呢 聂心这个人 脑子不会拐弯 他说要杀人 就一定会杀的 多谢太孙成全 成全 我还没答应要放你走呢 那 多谢太孙没有让锦衣卫继续追查 那就是成全我 我怕我杀了他 你会恨我一辈子 像我这样的人 哪还有一辈子 哪有 你还打算要走吗 你还打算要走吗 还打算和外面那些人 一起去过颠沛流离的人生吗 我的人生早在十年前 就已经毁了 没有 你 但再批评认为你 来世 来世 一世命即万世命 你若当真要报恩 就先把心里的仇恨放下 好好活着 可我以后怎么活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我可以教你 一会儿洗脸梳妆 爷爷会派人过来探机 昨天晚上 我的脑袋是不是差一点就掉了 爷爷告诉我 要不是你喝破他的心目 我们今天连面都见不着 说实话 我呢 还挺羡慕你的 如若你执意要逃 你哪儿都可以去 可我只能在这儿待着 在这儿想想 如何编瞎话去骗我爷爷 昨天晚上的刺客是怎么回事 你是因为什么受的伤 门外那二位又是什么人 想做成一件事情真难哪 我知道 你不愿意留在这儿 可我还是要劝你一句 就当十年前的自己已经死了 现在 你不过是一个无主游魂 跟我一起把戏演下去 今天早上老头就离开了吉明寺 没回宫去哪儿了 我还真不知道 皇上你都能跟丢 行 下回啊 我还不告诉你了 我也得敢跟他呀 要不然请你为你管 好 回来就正好 正好不想监国呢 一天到晚没完累了 老二 你是真不知道老头儿的意思吗 老头儿那人狼走天下静吃肉 你当他真在吉明寺成佛做祖了 他是把事做完了 把局布好了才回来的 我也是刚刚才明白 你说得对 我就说这几天心里 怎么哪哪儿不舒服啊 原来老头把我摁在这儿 一天办八百六十件事 像绳子一样把我捆得死死的 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简文 什么 昨晚上死了个大内侍卫 我多留了个心眼 派他相好的拿钱去买消息 一千两印子 就买这俩子 不然 老头他 去见简文了 去见简文了 他看了你一条胳膊 好啊 好啊 真够狠哪 行 他后边下什么气 游着等 反正他做厨艺 我做十五 好啊 皇上圣躬金庵 对面的 和这两个人的一样 就要你一样 那一样的 还不可以 和这一样的 你和那一样的 来 说得了吗 第一天有些难过 心生悲悯 泪流满面 第二天就好了 我哭人 谁哭我呢 有情众生 也不外乎玉海漂泊 哭亦无用 我哭 最近这些日子 也听不到 你倒是有氧气功夫啊 喜欢住就住 这儿不是防废 谢皇上圣恩 再给你一次机会 看见这个笼子了吗 看到了 如果你回答不如我意 那你就在这儿慢慢地 养浩然之气吧 是 大魏传谁才好 太子 是 为什么 郝盛孙 大明 渴望三代 大哥 大哥 老师哥 二弟 你怎么不在上书房待着 跑这儿干吗来了 太子爷 你怎么穿上朝服了 老爷子回来了你不知道 上五朝啊 二弟 你这脸色可不太好 你得尝晒晒太阳 你们俩都出去 太子爷 你觉得你能歇歇脚了是吗 咱爹 把咱俩都玩了 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 老爷子要打仗 预算我这儿过不去 他让你上来 把军队给搞好喽 我正好休息休息 你也过过监国的瘾呢 这不是耍人吗 你还不知道他 啊 这么些年了 把咱们哥几个都玩于股掌之上 可话又说回来了 你明知的他玩人 你还觉得挺舒服 我呸 来人 这个白毛阁大学士要配种了 这两天老闹狗 他就如我 去看看 哪个贵妃宫里头 有这个 模样俊俏的 赶紧合谨 请周公之礼 知道了 马上去办 对了 这事儿你可不能偷看 知道了 这事儿你可不能偷看 臣以为放任瓦剌作大 必将使边境溃烂 早晚不可收拾 皇上 还是早点出兵得好 这事儿你可不能偷看 可是这一仗打下来 江南七省的财富 全都要用光 到时候再有灾难之年 朝廷动荡 不可收拾 太子爷 这是打仗 不是做生意 你老算小仗 怎么辅佐皇上 成就伟业 好了 你俩别吵了 听听大家的 太子说得没错 这事儿 只不过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我们攻打瓦剌 并非一无所获 要给儿孙们 把土地打下来 把生存的地方打下来 要比太祖高皇帝的时候 比唐太宗朝代 比汉武帝时代 还要打 这一仗 这个账 你也要算一算 是 你很仁德 这个家交给你 我放心 为儿孙争和平的事 我带老二老三去 监国的事 还是太子干吧 老二老三 专心整整军兵物 制定出征计划 制定出征计划 宣旨 凤天承运 皇帝诏约 四季日 太子监国 统设六部 恩家九夕 受杨世奇文华阁大学士之职 主管兵部 受杨龙 杨楚 怀仁阁大学士之职 杨世奇文华阁大学士之职 被语计划 这谢学士呢 臣谢尽 叩谢皇恩 咂家还没念圣旨呢 你谢什么谢啊 念完了圣旨 再谢也不迟 是是是 公公 我这不是梦冷了吗 皇上说 谢学士学究天人 把这十个字认出来 可以入阁 加封为大学士 认不出来 就得听旨意了 公公 这臣 这人 学问浅漏 认不得 奉天承运 皇帝 赵曰 你谢学士不是说自己 学究天人 无书不读吗 为什么天天花钱 让朕身边的太监 把朕读过的书单偷给你 朕已经忍你很久了 念你编撰 永乐大典有功 存着稀才的心 没想到 你越来越不知道好歹 阴谋煽动太子 背后诬告杨氏齐 排挤太子府蜀官 你想做杨修 朕还不想当曹操呢 马上收拾行李 滚到边疆去当个小官 那儿地儿大 够你耍心眼的 滚吧 钦此 这 这皇上 还是头一回 用大白话下圣旨呢 谢学士 还不谢恩呢 是吗 臣 谢金 领旨谢恩 滚进来吧 许太子 你是坚果 你是坚果 请请 你 秦儿 老二 你威风啊 听说你接见各种官员 耍着刀跟人说话 爹 我耍刀耍惯了 我一天不出声透喊 浑身不自在 那你跟我出关吧 那有你耍刀的地方 老三 皇上 努尔干都司 活着的境内遗孤有多少 都干什么 实际人数有三万七千人上下 主要是帮士兵建成扶劳役 听说他们日子过得还不错 有一些不能干活的 在囚犯堆里办学讲课 那也就过得不错 我的意思是啊 逐步放宽 年老体衰 想回来看病的 查证为师 可以让他们的子女陪着回来 他们的子女可以去考局 真别一下身份 有多少是无骨卷入的 有多少连做法被抓进去的 让努尔干都司的官员 详细查清楚 走上来 是 皇上 英明 英明 你们背后少骂我两句 我就阿弥陀佛了 家里有几件事情 要抓紧办好 要把太孙的婚事给办了 把迁都的事情定好日子 我就可以放心走了 爹回来了 咱仨又在一半了 我这就放心了 哎呀 差不多得了 还在这里 你当真以为老头有千里眼 天底下的事他干的 我们干不得 二爹 我告诉你别闹啊 老大 我看就你最能闹 我 爹回来传了旨意给你 你是半句也不告诉我俩 太子爷 就你这样当了皇上 还有我们俩活路吗 二爹 三爹 我可告诉你们俩 咱爹那儿有个千里眼 拉倒吧 哎呀 荷兰人上供的那个 一拉那么老长 我不骗你们 老大 你说话这么大喘气 你想吭死我们 我就说了吧 他当了皇上没再来活路 我说二位弟弟 看这路我别绊着啊 外头那个哭丧的 你管不管呢 哭什么丧 又没死人 让他走 我让他走他就走了 人家不见舅主心不平 你能 好得人五觉都睡不了 我让人把他弄进来了 你别让他进来呀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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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他 大人 你给我进去 放开 去去去去 下去吧 我们今天把话说清楚了 皇上说我跟您殷结同党 这殷 这是苟且毕光的 我身为太子府的蜀官 我自然是和太子一党啊 难不成我身在太子府 我看汉王得势 就要向着他说话吗 我什么时候诬告过杨世奇了 我是说过 杨世奇从太子府一出去 他就不和太子一心啊 这是大家的公论啊 您说说 您说说 我为了编撰永乐大典 我这心肝脾肺肾 没有不挪地方的 我这是累也累死了 苦也苦死了 这皇上对我有误会 您可一定得帮帮我呀 太子爷 谢先生 谢先生 看这杯子 让你去边疆 你就去吧 把人家杨世奇搁在天牢里头 人家不也什么话都没说吗 你说我不救你 我只要替你说一句话 这殷结死党的罪名 就算坐下来 你要不是有修永乐大典的功劳 你这颗脑袋 恐怕早就不是你的了 皇上要是知道 你又来找我 顷刻之间就是狂风暴雨呀 快走吧 去边疆好 天高任鸟飞 这不总强国在锦衣卫的天牢里吗 走吧 走吧 快走吧 快走吧 孙小姐好些了吗 好多了 你去篮子上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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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我们在给孙小姐煎药 让他们亲手亲脚 不可大声喧哗 是 什么药啊 这可难住我了 都是一些补血的药吧 我来的时候尚医吩咐 是皇上的口语 不能马虎 就辛苦了 好 贵心 胡 上善下降 本就辛苦吗 孙小姐 你的全民是 若微 若无其事的若 我以莫小时的微 孙小姐 十年以前 我不姓胡 我随我父母 你玩过甲庄的游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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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上庄的游戏吗 你看在游戏吗 你玩过甲庄的游戏吗 你看它 真是 我 你玩过甲庄的游戏吗 我一早就知道是你 我一早就知道是你 我一姐姐 我一想 姐姐 我一想要我们 要为商业了 白云 姐姐 姐姐 白云 白云 这些折子都放到那边去 来来来 这箱子打了封条放这儿 别动啊 我这二弟啊 你还亲自来了 你招呼一声 让他们去扛不就完了吗 别呀 我怎么拿走的 就给您怎么送回来 大哥 太子爷 麻烦您等一会儿吧 好好清算一下 清单我放那儿了 奏事处送来的折子 打了封条 我可一个字没看 二弟 上这儿 跟你大哥打嘴仗来了 我跟你说 这个活儿啊 那是活活累死人哪 我这好不容易歇几天 你看你这满脸委屈劲的 要不我跟爹说一声 你再干两天 别呀 您太子爷的活儿 我可不敢抢 不过话说回来了 您见过这么多年 怎么熬下来的 二弟呀 就这个活儿啊 我一天从早到晚 干活儿 老满院 偷懒儿 挨骂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就这个祸山口啊 我真做烦了 每天躺在炕上 浑身上下这个骨头筋 全是疼的 不定哪天 我一个跟头栽下去 起不来 这些活儿 这不都是你的吗 老天爷早就安排好了 你操的什么心呢 太子爷 我刚刚看到谢进来过 谢 他来找你帮他说情 说什么情啊 我一脚给他踹出去了 这不是要害死我了 这不是 我告诉你 有些人哪 读书读到狗 狗狗狗肚子里去了 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你是说谢进吗 我 我 我那 白毛哥大学士呢 白毛哥大学士 白毛哥大学士 太子爷 白毛哥大学士来了 你看你看呀 我 你看看 这些日子狗都胖了 放不动 一个杨士奇 贬一个谢进 又打又摸 太子爷 您这回呀 可是把兵部都攥手里了 不吃亏 我 不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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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亏